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闪耀巴黎时装周 两场大秀两种朝酷风 登上市区 王一博不愧是你 太给我们争光 时尚圈都在惊叹 两场大秀两套造型 左手一个香奈儿 右手一个法国鳄鱼 瞬间登上市区 闪耀巴黎时装周 这次巴黎时装周 王一博帅得有点无法无天了 无论是牌面还是待遇 都让我们长见识了 两场大秀下来 你会惊叹他的时尚表现力 果然是人穿衣服的衣架子 穿什么都带着自己的风格跟态度 他可以把香奈儿的优雅 穿出男生的雅匹风 也能轻松驾驭很多难以融会的元素 甚至让那些很难搭配的饰品 在他这里就会变成潮库的点缀 香奈儿选人果然是有态度 忠于自我的人 就是会轻松驾驭服饰 这次王一博以香家软的外套 戴着复古风的腔调 搭配宽松牛仔裤 一顶被雷帽 休闲运动中带着男性味道 香奈儿对于王一博的宠爱 向来不吝啬 从出场的那一刻 各种香家元素都给王一博整上身 这个带货王可是让香家总裁 都叹为官职的存在 自然不遗余力把看家的单品拿出来 香奈儿大秀 陪伴在王一博身边的就是卡罗林 作为老朋友了 每次大秀 两人总会热聊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 电影演员还是心心相惜的 好多人看到卡罗林握紧王一博的手 都在羡慕不已 怎么可以握这么久 王一博别笑了 一笑就这么甜 难怪会让人爱不是手 王一博笑与不笑 完全两副面孔 一个是潮酷 一个是奶萌 接下来 咱们要说一下重头戏 那就是王一博成为法国鳄鱼 的全球代言人 这次顶端待遇给了谁 停车平接人 未发布的服饰手穿 预热之前 创意总监更是手绘各种王一博绘本 更是诚意满满向全球推送这张东方面孔 瞬间登上市区榜 好给我们国人争光 王一博这次的巴黎之行 果然是顶中顶的王者 一身白色运动套装出镜 给人一种高中生的济世感 运动戏男生 就是招人喜欢 在法国鳄鱼大秀场 因为王一博的出现 瞬间引来不少媒体乃至时尚圈的围观 这可是法国鳄鱼很有排面的一场大秀 携手王一博的出镜 曝光率瞬间飙升 现场不少人大喊着王一博的名字 更是因为王一博从出发就一身鳄鱼家的行头 在国内引发抢购热潮 这次王一博的一身白色系运动套装 配合他的炸毛造型 一股青春高中生的气息 很符合王一博的形象 鳄鱼家这套服饰 猛鳄来袭 青春又朝气 干干净净 运动风跟王一博很配 爱了 超额完成曝光率的王一博 可谓是带给品牌无限的流量 作为法国顶端时尚运动品牌 这次拨天的富贵降落在他家 能不开心到飞起吗 别说 没有对标就没有凸显 巴黎时装周接近尾声 众多明星扎堆来袭 论排面和待遇 头一次听说总裁陪伴左右 停机凭接人的高规格待遇 就这么在王一博这里 让我们见识到了 怎么办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其实论咖位 王一博算是这次巴黎时装周的王者 看秀带来的热度可谓是货真价实的存在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备受瞩目的存在 自然会招人嫉妒 没办法 这就是王一博的厉害之处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